好啦 清槍 清槍 北市警方在机车椅垫下方置物柜 发现手枪 赶紧将子弹都拿出来清查数量 接着在车子后车厢 搜查到非法枪械无把 子弹枪管警方赶紧将他逮捕 另外新竹警方快速的冲进民宅 发现许多白色粉末以及大把钞票 经了解这些帮派成员 贩卖新兴毒品彩虹烟 以及咖啡包给未成年学生 甚至暴力讨债 警方在现场查获200包毒品 咖啡包ケーターミン 以及多把作案用开删刀 警政署联合高检署 从7月9号到21号实施 全国同步扫黑塑枪行动专案 全面扫荡帮派犯罪行为 当犯罪分子无处可躲 一共侦破帮派组织61案419人 各式枪械102支 以及扣完各类毒品 净重2万多公克 截至8月20号为止 各警察机关查契盗案帮派犯罪案件 经法院裁定扣押没收追征 不法利得数额达25亿以上 已经破例年纪录 这也是新政府上任后 展现严打决心 扫黑成果提高55%以上 插扣帮派不法利得成长80% 新政院长卓中泰 还亲自主持扫黑打炸记者会 警方也强调 为了让帮派无处可图 接受法律的制裁 将持续严打黑道帮派 绝不放手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增占 增卧 谢谢大家